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八字里面 很多人都有一个现况 就是会被名词所诱惑 迷惑 为什么 你会被名词所迷惑 很简单 因为你看到 例如 七撒 你一听到七撒 好可怕 你听到劫财 这个会抢我的财 各位很多人都这样 我身弱我好惨 我八字 什么格局 我很棒 都是这样的情况 可是实际上 各位 这个会造成了你很大的一个迷惑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八字里面 并不是透过这些名词解释 你以为劫财就一定会破你财 其实就只有一半的机会而已 你以为笔尖就会对你很好吗 他照样也可以破你财 都是一半一半的机会 而这一些东西都是要看什么 五行流通 五行流通 你五行流通 只要漂亮的一个情况下 基本上 就算是七撒 他一样都是带给你正面的 都他们 这个都是什么 你的工作运 对不对 所以 你要了解 所有的东西 当回归到五行深刻上面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要去管这一种名词解释 因为名词来讲 他所代表的是什么 他哪一方面的运势而已 你要不要解 他虽然有所谓的特点特质 但是各位 你说七撒很强悍 但是有些主管他就是非常强悍 他就是很专制 可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人家就是做得很好 你说正观 正观他比较威严 他比较守规矩 可是有些人正观 可是他也是一样守规矩 可是他一事无成 那都是什么 所谓在五行排列上面出问题的状况 所以很多人往往学八字 学到最后 他变成名词解释 什么叫名词解释 你走这个劫财运 你准备要破财了 你走这个七撒运 你准备要官非是非了 各位 这样子学八字一点意义都没有 要名词解释 那你还要批什么八字 那我就看我走什么运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不要老是被这一些术语所诱惑 什么三官见官为获白断 其实很多三官见官非常好 你有没有遇过三官见官的女生 婚姻非常好 各位这一些都有的现况 所以不要老是停留在自己的幻想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说 你们要实际的去面对面 找人批命 你才会发现到现实是什么 实际状况是什么 而不要老是流于幻想 我每次拍影片的时候 我把我的遇过的 跟你们讲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那一种 从来没有批过命的 有学过八字的时候 书上又讲什么 那个我一看到 我都很想吐他口水 你学八字 你不要给我这样学 了不了解 真正实际在碰到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况 不要老是 书上很会读书 读了几百本 比不上 你实际去面对的人 批命 批五个就好了 而且我常常讲 你要批什么 你不是批他未来会怎么样 你就批他今年下半年会怎么样 明年会怎么样 然后你再来追踪他 你就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了 所以各位 这才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学八字一定要去实作 学八字一定要面对对找人批你 学八字一定要去追踪你自己所批的是什么样 而不是批他十年以后 其实你已经追踪不到这个了 你也不要你批对批错 但是你会有一个想法 我批的就是对 可是实际上你的准确率可能连五成都不到 所以各位 学八字请你 请动手 去找人批你 而且还要追踪 这才是真正学八字的一个方法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